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横行华北 他参与策划918事变 炮制围满洲国傀儡政权 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他多行不义 罪恶赵章 最终难逃正义的审判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恶魔的终结之 版源征四郎 1895年4月 当甲午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的时候 版源征四郎还在读小学 那年他刚满十岁 版源家族是日本严守县的士族 版源征四郎自幼随祖父母生活 中国有句老话叫隔代亲 日本也不例外 版源被祖父使为掌上明珠 受到格外疼爱 版源的祖父具有一定的汉学造诣 从版源四岁起 就亲自教导的学习汉学 版源日后与土匪原贤二 击鼓连接一起 并成为日本军界三大中国通 这段教育经历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小学毕业后 版源考上著名的圣刚中学 可能是在老人溺爱下长大的原因 中学时期的版源心思 并没有用在学习上 成绩也较为一般 版源是怎么练成的 三个关键词 第一 坏家长 第二 有野心 第三 有邪气 虽然版源的爷爷和父亲不是军人 但是他们经常向版源 惯入军国主义的思想 特别是一些亲历的观念 另外当时的日本社会 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 军国主义的思想特别高涨 很多的日本青年学生 都与参军为一种 所以版源在圣港中学 读了两年之后 也想去参军 在1899年 他报名参加先台陆军 幼年军校的考试 但是个台 一般条件来看的 没有办法去录取 硬件条件不合格 所以应该被淘汰 但是版源的邪气特别重 他感觉一定要去当兵 如果被淘汰 很没面子 于是缠着主管体检的军医 软磨硬炮 甚至当场要说 效忠日本天皇陛下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 而且讲了很多很多遍 那个医生感觉到 就这么个孩子 每天就讲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 几乎是风言风语的状态 也体现出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 特别可怕 所以版源大概就是这种精神 打动了主管军医 最后破格让他通过了体检 版源征四郎就这样 踏上了军旅之路 先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学制三年 版源就读期间 学校的学间是大跃千级 大跃千级 号称日本陆军军神 主张对学生进行残酷的训练 以磨练意志 版源受他的影响极大 后来娶了他的女儿为妻 在这位准岳父的熏陶下 版源逐渐成为一名 狂热上午 嗜血好战的青年 1903年12月 版源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成为改校第十六期学员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是日本培养陆军军官的摇篮 在日本社会中有着极高的声望 近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中的陆军军官 上岛大将下至少尉 几乎都出自这所学校 而日本陆军士官第十六期 在日本军界也颇有传奇色彩 因为后来很多臭名昭著的 清华日军高级将领 如土肥元贤二 刚村宁次 安藤利吉等 都是第十六期学员 因此这一期被日本人称为荣耀的十六期 1904年的十月份 经过将近一年的学习之后 版源征四郎 带着令人羡慕的军校履历 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了 愁愁满志的他 准备在战火中兑现五年前立下的四言 版源参加的第一次作战 就是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 这场战争可以说是直接激发了 版源日后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企图 1904年12月 版源征四郎随部队开赴中国东北前线 参加日俄战争 此时满脑子都是打仗立功的他 作战极为拼命 并因此闻名于军中 在一次大会战中 版源左颈部被子弹打穿 伤势非常严重 但他仍坚持不下火线 后来部下实在看不下去了 才硬是把他抬了下来 送进随军医院 虽然版源没能实现打仗立功的美梦 但在中国东北期间 亲眼见到中国广袤的土地 丰富的资源 对比着飘摇于大海中的日本 侵略中国的念头更加强烈地 印在他脑海之中 1913年 版源被调回日本 进入陆军大学 三年后毕业 由于他自幼学习中国文化 深按中国民情风俗 又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毕业第二年 即被日军参谋本部 以研究员的身份 派往中国云南 后来又调往汉口 实际上从事间谍工作 刺探收集中国情报 在1929年5月的时候 版源曾四郎出任 关东军高级参谋 从这个时候起 他就开始了在中国的飞光腾达 日本关东军的参谋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参谋 这些参谋一般来说 职务不高 少左 中左 大左 但是能量非常大 经常是以下科上 他们去制定政策 然后串通各部队去落实 然后以继承事实 来迫使高层和政府来承认 如果政府不承认 他就施加压力 他们能量之大 甚至到了可以迫使 内阁倒台的地步 所以一直到现在 一些上了年纪的日本人 都会把那些 遇到事情 不请示汇报 喜欢自作主张的人 叫做关东军参谋 那么板渊真四郎 在关东军里 就是这样的参谋 他和土飞渊前二 和石渊婉儿这些人 对东北进行了三次旅行演习 实际上也就是非法的军事侦察 然后他们就提出了一个 非常大胆狂妄的计划 1931年6月19日 由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草拟了解决满猛问题 方策大纲 计划于次年春采取军事行动 但日本关东军参谋部 则主张满猛决策要立即实施 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 板渊真四郎与石渊婉儿 以军事侦察为基础 一起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部署 决定在沈阳北郊柳条湖 炸毁南满铁路 而后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沈阳 进而占领整个中国东三省 但当时关东军仅用一万余人 而东北军当时却有二十多万 还有飞机 大炮 坦克等重型武器装备 从数量上看 关东军处于绝对的历史 即便有陆军上层的支持 板渊等人也意识到 自己将要进行的是一场豪赌 必须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才能获得更大的胜算 因此 他在日本国内四处演讲 进行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 动员山洞 宣称满盟的资源很丰富 由着作为国防资源 所必须的所有资源 是日本帝国自己自足 所绝对必要的地区 尽快下决心出兵占领满盟 是帝国的现实问题 不久 板渊又在关东军部队长会议上叫嚣 侵略中国东北 是关东军当务之急 九一八事变 板渊最不可托 经过板渊等人不遗余力地煽动 关东军内部终于达成共识 准备侵战满盟 特别是用武力的手段 来实施所有的过程 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 关东军司令部决定发动事变 对中北进行军事入侵 但是就在这个关头 突然事情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日本的参谋本部跟关东军矛盾很深 而且在对关东立场上 也不太一样 认识到了如果和东北军进行作战 实际差率太大 基本上是用鸡蛋碰石头 因为张作霖 当时的东北军实力特别强大 所以参谋本部一直反对 对东北军采取贸人的行动 那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态势去分析 动武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所以参谋本部就派人到东北 阻止关东军 把员征四郎知道了 参谋本部要来人阻止计划 可能要坏自己的事他们就开始进行谋划 9月15号 百元征四郎石言婉儿和金田新太郎 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 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阴谋和手段在其中 9月18号的下午 百元征四郎奉命到奉天 也就是今天沈阳去迎接 阻止他们行动的作战部次长 他没有把他迎到作战单位 也没有迎到机关去商量正事 而是直接迎到了宾馆 把一些事先准备好的异计来陪他 吃喝嫖赌就干这些事 然后把所有的事情安排以后 百元说我还有事就要告辞 实际上他是作为推托 如果让异计缠着这个次长 他就有大块的时间去搞各种行动 实际上他就去进行所谓事变的组织 当天晚上10点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发生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整个东北地区沦为日寇的铁蹄之下 因为百元在918事变里面 表现特别突出 而且引起了日本民众的狂热崇拜 他是日本将领中著名的中国通 毕生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 率领日军横行华北 他参与策划918事变 炮制围满中国傀儡政权 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柜子手 他多行不义 罪恶招张 最终难逃正义的审判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恶魔的终结之 百元征四郎 为彻底占领中国东北 918事变后的第四天 即9月22日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智少将 主持召开了一次包括百元征四郎 土匪元贤二 石元王尔等在内的13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 主要讨论日本将如何统治中国东北的问题 在会议上 百元征四郎建议采取极端做法 极力主张借此机会 一举解决满洲问题 将整个东北地区 作为日本帝国的领地 予以占领和统治 但石元王尔考虑到国际局势 以及东北地区中国人的反应 认为这个方案不妥 经过一番激烈争论 最后达成一致意见 炮制出臭名昭著的满猛问题解决方案 虽然会议否掉了自己的意见 但会后板员却不计前嫌地执行会议决定 立刻密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贵 缩使其独立 六天后 有派人策动前清闲散皇族 西洽担任伟吉林省省长 仅隔一天 有派人去天津诱骗溥仪前往东北复位 10月21日 板员又与石元王尔等一起炮制出 满满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 提出了全面控制东北傀儡政权的具体措施 1931年的11月18号 溥仪在关东京的威逼利诱之下 从天津辗转到了吕顺 溥仪原来想在东北 这样一个爱心绝勒的龙心之地 东山再起 像当年努尔哈赤 皇太极 什么萨尔虎之战 几乎都是大写的符号 如果恢复当年这种荣光 对自己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但是关东京和日本人 并不想把他当成真正的皇上 只不过想找一个道具 特别准确地讲 叫儿皇帝一个傀儡 所以1932年2月23号 百元郑次郎到吕顺 强迫溥仪签订建立满洲新国的 这么一个协议 一周以后就是1932年的3月1号 为满洲国宣告成立 这是一个被日本炮制出来的满洲国 溥仪担任为满洲国的执政 但事实上就是个傀儡 一点权力也没有 从918事变到满洲国的建立 板元发挥了代言号的 不可磨灭的贡献 日本战败以后 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 进行审判的时候 对板元的审判 前前后后用了十天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集中在这一段时间内 我记得当时在录像中 当时溥仪那个讲话 讲得特别标准 标准的北京话 对于板元做的事情 讲的话以及在前后的所有的贡献 当时代言号的贡献 都进行了坦白 板元在这些重要的事实面前 无可辩驳 1933年2月 关东军大举进犯热河 在东北成就工业 扬名立万的板元征四郎 从奉田奔赴天津 建立板元机关 负责北平和天津方面的谋略工作 配合关东军作战 企图策划华北自治 以炮制出一个和满洲国相似的傀儡 华北国 刚到天津 板元征四郎就立即向日本军部 提交了一份分裂华北的计划 在这项计划中 板元根据对中国情报的刺探 把华北的中国军政要员分为四派 蒋派 反蒋派 维持现状派 首属两端派 他认为 可以通过策反工作 利用后三派及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 把蒋介石在华北的力量排挤出去 在以这些人为骨干 建立起由日方操纵的傀儡政权 获得军部首肯和支持后 板元征四郎开始秘密实施这一计划 但这些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去当汉奸 使得板元的计划难以得逞 因成功策划了918 建立了维满洲国而明肇一时的板元征四郎 在华北却折戟沉上 不仅他自己感觉到颜面尽思 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也对他的活动是极为的不满 撤去了他奉天特务机关长兼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职务 打发他 以他们本部特派员的神们去欧洲 去印度 去菲律宾以及南洋群岛等地视察旅谋去了 板元 虽然一肚子不服气 但也不敢违背上级的命令 不过日军还是很看重这个在侵华战争中锤炼出来的所谓的中国通 仅过了一年就把板元再次调到了中国 1934年8月1日板元征四郎调任为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 同年12月关东军人事变动 板元征四郎晋升为关东军副参谋长 兼助满洲国五官 1936年3月又升任参谋长 板元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期间 先后三次亲赴内蒙 为日本谋求在内蒙的权益而竭尽全力 他不仅亲自帮助扩建蒙古军队 而且企图把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 阴谋策划内蒙古独立 制造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蒙古国 但这个企图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坚决反击 1936年百灵庙战役副作异捕大捷 蒙古军四个旅反正 板元派到蒙古军中的顾问田中隆级 狼狈逃跑 1937年的3月份 板元征四郎返回日本国内 这个时候和他一起策划九一八事变 和建立唯一满洲国的石原网人 就想推荐他去担任陆军大臣 但是当时的陆军次官梅金梅子郎不干 因为梅金梅子郎是陆军次官学校第15期毕业的 然后在陆大他又是首席毕业生 是天皇的玉子军刀的军刀组 他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失利 次官学校的第16期 板元征四郎爬到他头上去 当他的上司 所以经过争执之下 最后板元征四郎就出任了 日本陆军第五师团的师团长 第五师团呢 日本人又叫做广岛师团 是日本最早编组的七个师团之一 之前呢 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应该说是日军最精锐的揭发部队 当时号称是钢军呢 卢沟桥失变之后 板元征四郎就带着他的第五师团 从广岛出发 八月份到达天津 他就想着带着他的这一支部队 去建立不适的工区 但是呢 事实证明这个只能是一个幻想 因为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 板元搞阴谋 背后搞策划 确实是非常能干的 但是打仗不怎么样 他打仗啊 几乎是不讲战术 凭着一股火力和勇气的蛮干 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呢 就差点没完成 板元的任务是夺战北京的南口 保障阻力的侧翼 但是攻打南口的时候呢 他就遭到了汤伯军团 正面的这个坚决抗击 他的一侧后路呢 又遭到了魏里黄部队的围堵 当时板元的处境非常危险 眼看着要被中国军队给合围了 那个时候呢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 室内授意呢 就赶紧把牛岛满的旅团 偷到南口 这样呢 才把板元被合围的这个危机给解除了 紧接着呢 关东军的参谋长 东条英姬又亲自率领四个旅团 直接威胁南口汤伯军团的后方 汤伯就没办法就放弃了南口 这样呢 板元才勉强完成了 夺战南口宝藏一策的任务 南口一战以后 日军为了进行预定的 保定卓州大会战 调整兵力部署 也许是因为板元在南口一战中表现平平 日军华北方面军就把板元的第五师团 强行拆散 抽走了半个师团 只给板元安排了个留守南口的闲采 胆大妄为的板元不甘心 就这样带着半个师团守在南口 随即联络东条英姬 沿着平隋县两侧 相互呼应共同向隋远发起进攻 迅速把战局扩展到 华北乌籍的山西高原 这一举动完全超出了 大本营和华北方面军的计划 9月初 在东条英即把中国军队第二战区主力 吸引到大同附近后 板元突然兵风一转 直取平行关 至此山西北部门户洞开 10月13日 板元率第五师团正面冲击 20万中国军队 兼顾防守的心口阵地 这是最疯狂的指挥官 干出的最疯狂的事 任何一位有头脑的指挥员 都不会打出这样的仗来 板元第五师团此时已损失过半 喘息未定 又接到日军华北方命军的通报 要求板元必须在日军第十军 占领上海之前夺占太原 接到通报后的板元 犹如打了鸡血一般 狂追处于崩溃状态的 几十个中国师 仅用了三天时间 就攻陷了太原 在华北战场上 板元师团是一个 不可战胜的符号 特别是在巴陆军 与日军接触之权 那几乎是一个强大的符号 所以在山西一直长期置入 但日军并不是他们自己 所宣称的那样不可战胜 1937年的9月25号 巴陆军1150在山西 发起了平行官战斗 这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号 沉重打击了 板元师团的嚣张企业 平行官位于山西 繁治林秋两县的连接部 是古长城的重要外口 地势特别想要 1937年的9月20号 日本第五师团 第21旅团的一部 向平行官进犯 他们以为这里 经过自己扫荡之后 不会有任何中国军队 活动的迹象 也不会有中国人 敢在这里活动 没想到就在这里 遭到了八路军 1150的沉重打击 组织平行官战斗的 八路军11550 作为八路军抗日先前部队 于8月22日 由陕西三原出发 经寒城支川镇东渡黄河 日夜兼程挺进山西 1937年9月24日 部队急行军前往平行官 当晚林彪 聂荣臻 率帝1150主力 冒域射服平行官 东北公路两侧高地 确定了蓝头 斩腰 断尾的部署 并于25日佛小前 完成了战斗准备 9月25日晨 日军第五师团 第21旅团一部 沿灵秋至平行官 公路西界 并于七十许 全部进入第1150 射服地狱 第1150 立即抓住有力战机 突然发起攻击 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并趁势将日军 压迫于老爷庙 至小寨村的峡谷之中 日军在飞机掩护下 疯狂反扑 企图突围 八路军英勇顽强 与敌展开白刃格斗 打退敌多次反扑 急战至13时许 将被围日军全歼 战斗胜利结束 平行官大捷 八路军115师 一举歼灭了日军精锐 第五师团 第21旅团 一千多人 击毁了日军汽车 百余辆 马车二百多辆 缴获步兵炮一门 轻重机枪 20余艇 步枪一千余支 军马五十一匹 以及其他的 大批的军用物支 有力地牵制了 日军第五师团的进攻 平行官大捷 是全面抗战 开始以来 中国军队对日作战 取得了第一个 重大的胜利 当时可以说 是极大地振奋了 中国抗日军民的事迹 提高了我们中国共产党 和八路军的声威 他是日本将领中 著名的中国通 毕生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 侵略扩张 率领日军横行华北 他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 炮制围满洲国傀儡政权 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 刽子手 他多行不义 罪恶照章 最终难逃正义的审判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恶魔的终结之 板渊征四郎 太原会战的战况 传回日本国内 顿时演变成了板渊征四郎 以半个师团击溃 中国军三十几个师 攻占山西的传奇 所以当板渊征四郎要求 充当进攻徐州的先锋时 没有一个日军将领 敢和板渊征抢这个任务 由于李宗仁将山东半岛 视为战略死地 调走主力部队 只留下五百名海军陆战队员 在青岛进行象征性驻守 板渊帅第五师团于 1938年1月12日 从海上登陆时几乎没有遇到阻拦 2月下旬 一路高歌挺进的板渊师团 在林仪遭到庞炳勋军团的顽强抵抗 庞炳勋黏于花甲 麾下兵力号称一个军团 可实际上只有五个步兵团 还不是一个军 又不是蒋介石嫡系 装备很差 但是板渊师团的绝对优势兵力 却在庞炳勋部的拼死抵抗下进攻受阻 当时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 一片哗然 纷纷报道说 最优秀的日本皇军 竟然奈何不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中国杂牌军 板渊征四郎大感脸上无光 督镇猛攻 后听闻第十师团 赖谷旅团在台尔庄战役陷入重围后 板渊再次显露狂人本色 亲自带两个大队坚守汤头镇 命令板本顺带来四个大队 救出赖谷旅团 一起撤队到一城固守 徐州会战后 禁卫文某内阁 因对华战争结束遥遥无期 罢免了陆军大臣珊珊元 任命板渊担任陆军大臣 板渊征四郎在陆军青年军官中 虽颇具人望 但在陆军高层却被视为 图具热血之徒 当时的日本高层 在对华态度上 特别是具体方式 有不同的看法 不管是内阁 还是参谋本部 对华政策一直有着 两种不同的意见 板渊事实上 一直被陆军的高层 认为是一种理魁式的莽夫 只想用拳头 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占领东北的时候 他不同意建立一个 为满洲国的傀儡政权 他觉得特别碍事 如果单独冲杀 有可能效果会更好 毕竟背着大象去飞行 感觉很费劲 板渊感觉 这样麻烦地扶持一个伪政权 不如直接打过去 所以当了陆军大臣以后 板渊有坚决反对 外向与袁一城提出的 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的 中日和谈政策 他主张继续扩张兵力 如果能够让拳头更大 这样才能够打得更远 要靠武力来征服中国 主动发动武汉会战 用一战来定乎服务 但是经过四个月大战之后 国民党军队虽然在会战中 一溃千里 但是几百万中国的军队 却退入了中国西部的群山之中 日本内部的资源消耗特别大 因为大规模作战 长期的作战 对各种作战武姿 消耗非常厉害 日本原来想 一战定胜负的空想 彻底破灭 反而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 禁也寂寞地退也退不退 如果说实事造英雄的话 那么版原绝对是那个动荡的实事 跟日本开的一个玩笑 按现在的眼光来看 版原的确只能算得上 一个没有什么头脑 凡是只懂得诉诸武力的平庸之才 这也是日本那种自少年起 就开始进行军事化 培养出来的战争狂魔的通病 不久 版原又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 他轻率地批准关东军用一个师团 在诺门坎地区对苏联进行武力挑衅 结果引发了日苏冲突 导致关东军第23师团被全检 这就是著名的诺门坎世界 此时又碰上苏德签订边界友好条约 第四次瓜分波澜 版原所主张的德日裔三国同盟彻底流产 平昭内阁也因此宣布倒台 1939年9月4日 版原征四郎被赶出最高决策层 被任命为中国派遣军第一任总参谋长 但毫不安分的版原怎么可能只安分地当个总参谋长 他要为结束战争进行最后一波 决定又想蒋介石 要求亲自飞往中国军队控制的长沙面见蒋介石 只求保住维满洲国和日本在长城以内的商业利益 日本就撤军 当时的蒋介石当然不可能被版原征四郎给忽悠了 当版原征四郎的设想无法达成 他的日本的军舰也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在1941年的7月7号 版原进成为陆军大将 进成之后就被调到了朝鲜 出任朝鲜军司令官 此时朝鲜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战事了 版原担任的朝鲜军司令官 基本上说是一个闲子 两年之后 版原征四郎又出任了最高军事参议官 军事参议官属于军事参议院 主要任务是为天皇提供一些军事上的建议 但是不允许独治上咒 可以说仍然是个闲差 1945年的4月份 版原征四郎被调到了新加坡 担任了第七方面军司令官 率部在和属的东印度和马来亚同盟军作战 8月15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版原征四郎 率第七方面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 他的军旅生涯也到此画上了句号 1945年年初以后 日本南方军与本土的战略联系被彻底切断 再也无法获得人员和物资补给 版原和日本南方军总司令 室内授衣等高级军官 虽然还势图顽抗 但已经无力阻止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节节胜利 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停战后 版原虽然心有不甘 但又不得不服从天皇命令 此时由于英军尚未抵达新加坡 这里仍有日军管理 但因为日本的战败 版原和驻新加坡的日军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威风 1945年的9月12号 在新加坡的市政厅举行了 盟国东南亚战区的正式受降仪式 代表盟国接受日军投降的 是英国海军上将 盟军东南亚联军总司令 路易斯蒙巴顿将军 日本方面本来是由南方军总司令 室内授医来牵制的 但是因为他在越南西贡病倒了 所以改由版原曾四郎来代替 这个时候啊 曾经不可疑似的版原 终于低下了头颅 不得不面对即将成为战俘的最后结局 他是日本将领中著名的中国通 毕生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 率领日军横行华北 他参与策划918事变 炮制围满洲国傀儡政权 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他多行不义 罪恶招账 最终难逃正义的审判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恶魔的终结之 版原 征四郎 版原深知自己积极参与了 几乎全部日军侵华活动 又积极参与了侵略朝鲜及东南亚的活动 一定会被作为战犯处理的 他想逃过英军队的监控 逃往南美洲 企图隐姓埋名苟且偷生 但他的企图并未得逞 1945年12月 作恶多端的版原征四郎 终于作为战争最嫌疑犯 在新加坡被逮捕 押解至东京 关在朝鸭监狱后审 1946年5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开始对版原 征四郎等 28名甲级战犯 开庭审判 I declare the trial of the twenty-eight Japanese defendants formally begins all of the defendants in this case were once leaders in Japan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when Japanese power was at its peak no matter how high they once stood they will be treated now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lowest ordinary soldier we will assure the defendants that a careful examination will be made before this court regarding the nature and the number charges brought against them by the prosecution's indictment as well as the declaration of all applicable laws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 是二战结束后的 1946年1月19号 由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 根据同盟国授权成立 主要是为了审判日本战犯 军事法庭由中国 苏联 美国 英国 法国 等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 地点就设在原来 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大讲堂内 这里应该是版园最熟悉的地方 当时曾经在这里学习任教 而且还做过关于解决中国东北问题的报告 只不过当时叫风头正进 狂妄至极 但今天有可能是江河日下 这一天终于要在这里 为自己犯下的战争罪行而被审判 所以从原点到终点 版园完成了罪恶轮回 历史是公平的 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了 版园征死狼被起诉 犯有破坏和平罪 杀人罪 分裂中国等十项战争罪行 经过长达两年的法庭调查审理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版园征死狼 进行了对中国 美国 英联邦 荷兰 及苏联实行侵略战争的阴谋 他明知这些战争是侵略战争却积极发动 并在其实行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同时 法庭还判定他犯有违反战争惯例 和违反人道罪 对于南洋群岛占领区数千人的死亡和痛苦 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948年12月23日 版园被送上了正义审判的绞刑架 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终于迎来了他应有的惩罚 他貌似温和低调 小心谨慎 自诩为严守操守的职业军人 他内心孤僻偏致 心狠手辣 实则是丧心病狂的杀人魔王 在华北 他实行三光政策 烧杀掳掠 无恶不作 在东北 他力挺731部队 犯下滔天罪行 法庭上 面对铁证如山 他仍不悔改 监狱中 他病重而亡 死有鱼骨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恶魔的终结之 梅金 美智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